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先生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人 这个就非常非常纯粹 个人认为他是有智慧 非常非常坦率 非常非常直白 拉什么 拉花 穿个这个T恤衫 到哪是晃晃的T恤衫 冬天再加上一个夹课 穿上西装课里的工具 那是非常自我的 不是非常自我的 我和他观念很多都比较 而且他确定 莫名之要130岁 我有必要回过那么大 后来他也开始说话 就不是说130岁了 就说100岁不放顶 互相不服气 这个10年在一些场合 记者问他的时候都说 你为什么配书王石 他说我为什么 登顶珠峰之后 记者再问他 你为什么配王石 说可以了 我为什么配书王石 来着我为什么配不他 你看他是企业家 我企业做的不错 他登上珠峰我也上去了 我是科学家他是 当然你再问他 他会另外一个版本 因为是我的版本 我叫他老王 他叫我老王 当然当着别人念 我肯定叫他王老师 他大爷什么时候叫老王 兄弟情 互相欣赏 互相忌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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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